外表光滑 直立軟嫩的馬蜀 能維持最原始的純白藥貌 也能裹上黃澄澄的花生粉外衣 雖然沒有吸睛的裝飾 但每天滾呀滾 竟滾出千萬商機 竟然開增補了日本人的胃 這滋味來自三姐妹合力打造的馬蜀王國 熟練的掌中技藝把米糰捏搓成型 指尖再輕柔的把芋泥 抹茶 紅豆餡包進去 這是他們兩個發明的 真的嗎 對 很驕傲吧 這個真的是他的發明 在乎你 他很尿 有眉角 有形狀 皮的講究 角度的講究 雙手一邊包豆大福 三張嘴始終沒閒著 像我這一顆就被他打掉 他就會說在包什麼東西 他那時候剛開始罵我 他就好爽喔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罵姐姐 豆嘴是他們從小到大 彼此交流情感的方式 三前面是南台灣最大的馬蜀工廠 二代接班人 個性最活潑的二姐 廖祥玲 二十年前 回來接班加業 從基本工學起 浸泡約兩三個小時 吸飽水 完全軟化的米粒 用手指 輕壓就破 這整鍋純白的米粒 包含了挑選過的糯米 混合蓬萊米 用來做出大腐外皮 加入這些東西 跟我們的蓬萊米 其實主要的目的就是 減少有一些客人胃部的不舒適 或者是比較敏感的狀態 它摸起來要很滑順 不可以有沙沙的感覺 那溫度的部分就是溫熱 如果你溫度是屬於 它不喜歡的部分 它的鮮的道理 粉漿蒸熟後 質地變得非常濃稠 然後慢慢攪拌出它的Q跟彈 那它的膜 粒乾 這個過程其實是比較累的 它們比較吃力 那我第一次用米 新鮮的米模式下去做的時候 它光在煮的時候 它的香氣就不一樣 它有一個淡淡的米的香味 新鮮的米模式出來 它叫做軟中帶Q 那糯米粉做出來它就是Q 它少了那一種細緻感 眼前柔軟無比 又彈怨的大腐外皮 做法承襲父親從日本習得的手藝 外表看似樸實 但其實它最難做 廖祥林剛學習做出的外皮 沒幾天就發現 有臭酸跟發霉的情形 最重要第一件事情 叫做衛生鋪好 它馬上就壞了 細菌太高 你有一點點東西沒有洗乾淨 你的手空到水了都會啊 然後包括就是說 有一塊東西在這邊 然後沒有把它分散 或者你沒有把它挑起來 它會啊 不只外皮 紅豆蟹也是手作 屏東小紅豆 奶粉跟糖 粉原料調出一鍋可口豆沙色 皮 餡都備齊 接著上雞台 先看馬鼠團被分切成一顆一顆 在綠色運輸帶上平安落地 再裹上花生 芝麻等 形塑成形 一小時能出產2000顆 像這個花生跟芝麻 我們都只用北港的 那重點在於它的比例 皮跟餡的比例 是不是屬於黃金比例 餡的部分是38% 你的部分是52% 年紀最小的妹妹廖玉玲 切手將小麻鼠裝盒 比起姐姐 她面對鏡頭時相對害羞 或許是因為她比較習慣 用畫筆表達心情 她從小畫畫 最擅長的是油畫 15年前也被證招回家 就姐姐說的使命感 就說時間到了該回家了 就覺得大家都是一家人 應該一起去完成這一件事情 本來拿畫筆的手 現在每天碰的是沉重的 馬鼠原物料 重量比較輕的開始學 後來回來之後 那個力氣有慢慢訓練起來 因為畢竟原本是畫畫 沒什麼力氣 然後現在就可以把一代特殺 它有一點算半扛起來 然後一代特殺是50公斤 比我還要重 姐妹合作 不只幫知名飯店 或伴手禮店代工 產品也賣進百貨專櫃 也打入外銷 甚至台灣馬鼠的風味 征服了米食文化十分順行 且悠久的日本 我們是用預購的 就是在航空的 他們的行路上面 有販賣我們的日韓 我們在那邊日本客人告訴我說 我們不知道你們台灣人 現在比我們還要會做 特別是我有印象 除了通路的採購 好幾個過來看 有一個是飯店的主廚 他們是叫料理長 他們料理長他還很認真問我說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們的配方嗎 像馬鼠消往米食大國日本的 舊式大姐 廖英玲 將三姐妹重新凝聚起來 統統招回嘉義的也是她 如果你不回來學這些技術性的東西 那我們可能變成是要教別人 那這些東西教了別人 那它就不再是我們家獨門的東西 那如果要講永續 必須要有人先能夠傳承 沒有傳承談不上永續 在嘉義經營76年的馬鼠工廠 在父親手中原本單純製作加工 三姐妹接手後 著手建立屬於自己的品牌 後來我父親就覺得說 他覺得我們有點傻傻的啦 他就說不然我們不要 就是我們不要只是走這個 我們開始嘗試走自己的專櫃 但我們的專櫃的前身低代 其實我們是從夜市開始的 軟年的馬鼠 內涵親人間緊密相依的心 外表樸實的古早味 姐妹齊心延續下去